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剛講說 房貸利率有1.3的 那有沒有可能 在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是被調高了 我們不知道 我自己是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剛剛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提到我自己是921受災戶 那時候就是政府有幫忙 就是說如果你是全島的話 那大概我有點忘了 到底是100還是150萬 是利息的 然後後面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再多貸個200萬 300萬的話 那個利率是比較低的 可是你是受災戶 你是只能在台中買才可以吧 對 我是在台中 然後因為我們家那時候就全島 然後後來就是說 在繳房貸的過程當中 因為那個 是我公公的名義去貸款的 所以呢也是用我公公的名義 去繳房貸 那有一天我就突然信息來 他就跟我公公說 爸爸每個月 我們都拿那麼多錢 給你們就是過生活 順便繳房貸 你好歹讓我知道一下 我房貸利率是多少 然後我公公就始終不肯跟我講 然後後來有一天 他突然就是覺得說 好像可以稍微跟我講一點 因為他覺得不要去跟人家討價 還價炒貸利率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大概是那個利率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對啊 那個數字很高 我記得大概是3.6還3.7 3.8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說不對 這個數字不對 這跟一般的市場行情不一樣 這大概至少有四年前的事情 然後我公公就說 耶利亞你還要跟人家完結 這樣子他會覺得很丟臉之類的 我說沒有沒有 我還沒要完結 因為那時候三四年前 我還沒有上通告 我只是覺得說 就是不對啊 那個數字是不對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 到那個銀行去問 我就說 請問我們現在的利率 大概是多少 他說大概就是3.9% 我說先生 現在一般利率 隨著不是3.5%嗎 為什麼我們家大概是3.9% 而且好像跟這個前幾個月的狀況 他就跟我說對 他就後來就停頓一下說 對 確實跟前幾個月的狀況不太一樣 有稍微調生一點點 為什麼 對 他就自己調 然後我當下就很生氣說 請你把你們的主管叫出來 因為我知道你們有能力 跟我解決這些事情 因為我很兇啊 我就立刻把 我這輩子是會罵人的 5 4 3的全部都拿出來 真的 你也會 我蠻會的 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耶利你好厲害 你可不可以這樣 你示範一下我媽可不可以 都破壞我形象 因為其實那家銀行的行員 不是啊 我們會剪掉啊 其實那家銀行的行員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對我蠻害怕的 他們就覺得我絕對不是一個 看起來溫和的人 後來你討論完之後 你講三個字還是五個字 都有 沒有 其實我是很溫和的版本 我會講巴拉拉姆之類的 好 然後其實我 就是跟他主管通上電話之後 我們大概只談了5分鐘 我說你太過分了 我這樣子要跟消息會反應 我還要跟誰跟誰 我還要跟金管會反應 然後他就立刻幫我 從3.5%降到3.9% 3.9%降到3.5% 甚至後來還降到3.3% 然後後來 真的 後來這件事情 發生沒幾天之後 我就跟大全哥在聊天 聊到這件事情 結果大全哥就說 耶利啊 我們的命運 怎麼一模一樣 我自己的房大利率被調生 我也不知道 他一直到 真的 他會選那種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利率多少 他永遠就是乖乖 因為我們就是每個月固定扣 對 固定扣 因為他都給那個什麼 老是人 對 所以像燕利這種 會去爭取自己權益 而且每天都在關心的 他不敢 他只要一排價 他知道你不好折 看那你的貸款利率有沒有被調高 對 趕快去把本子拿出來 看一下 看這個月金額跟上個月 或者是三個月之前 不一樣 對 其實今晚會是規定 這樣是違法 王清風支持廢除死刑而丟灌下台 廢除死刑 為什麼能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受害家屬的痛 無法被執行的死刑 到底裡面有多少人性的糾葛 終於到週五晚上11點 最精采的內容就在 新聞 哇 哇 哇